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时候好像有点耳鸣 而且走路不太稳 而且一度耳朵还听不见 不过它没有太在意 因为几分钟后又没事啦 小心 其实这就代表身体已经开始在出大问题了 为什么四肢冰冷 视力模糊 耳鸣 甚至我们的记忆力衰退等等 居然跟我们的末梢有关系 我们今天有一些好方法 包括怎么做 怎么吃可以教给大家 其道的医师包括 金光院神经内科的刘子洋医师 刘子洋医师 刘子洋医师 基隆长庚江坤俊医师 刘子洋 大家好 大一科 陈伯辰医师 大家好 还有中医师杜承宇 各位大家好 各位从美国回来的 接下来是资深的媒体人 赖献震 憲哥 大家好 很多人真的是 可是大家都觉得 末梢循环 脚手轰轰轰 好像又没有关系 你觉得不是这样 的确大家都觉得末梢这两个字 一定是在手跟脚 的确在手跟脚的末梢循环 的确是比较小一点的血管 在那边 我们叫做微血管 在那边提供我们营养的 可是末梢这两个字 就是任何的末端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讲糖尿病的时候 你会讲说 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手跟脚而已 因为就是末梢 可是为什么糖尿病呢 又会有眼睛 又会有肾脏 又会有脑部 又会有其他的 因为这些器官都有末梢 小循环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才是会导致 我们很大的未来的 所谓末梢循环问题之后的 器官衰减 江医师 很多人都只以为是 脚手冷 嘎嘎而已 那么这样听起来问题 还蛮大的 怎么会循环不良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 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 除了手脚冰冷之外 还有我们怎么测制到 我们循环好不好 把你的手这样伸出来 哪一只手都可以吗 哪一只手都可以 比如说我拿右手 你握拳 紧紧的握住 握拳 握紧 然后用你的两只手 压住你的齿动脉跟脑动脉 这两边有动脉 看到 你压住的时候 你把手放开 是白色的对不对 对 你放开你的手 看它几秒变红 一般来讲 如果你变红的时间超过五秒 代表你的末梢循环就是不好 了解 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等一下再一次再一次 我们一起再做一次 你把手握拳 平平地握拳 用力握拳 然后你另外一只手 把两边的动脉压住 来 让大家看一下是压哪里 因为手的动脉有两个 一个齿动脉 一个动脉在两侧 你把它压住 压住之后你把手这样放开 你看你的手是白色的 白色的 然后你放开之后 我的手大概 一 二 三 四 五 对 五秒钟之内有回到红色就不错 就还可以接受好不好 没有回来的 没有回来的就代表你握上去 没有很好 回不来的 这么高啊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把那个指甲伸出来 指甲 然后你用手去压你的指甲 它会变白色 变白色 放掉 看它几秒变好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一般我们希望指甲是三秒钟 之内要回来 两秒钟 对 献哥你还不错哦 要还好 也都是三秒之内 没有 一个这个是五秒之内 压手 手腕就是五秒之内 那个指甲要三秒之内要回来 对 好 不要以为这种年纪大的 才会所谓压了之后 回来的很慢 像你遇到一个病人 二十岁常常产生一些问题 的确 末梢循环的话 大概已经告诉我们说 身体多多少少 已经出了一些小问题了 那你的问题有可能 来自于你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抽烟 喝酒 嚼檳榔 或者是你本身有三高的 没有控制好 但是大多数还有可能是有慢性疾病 刚刚我讲的糖尿病的一个问题 甚至还有致体免疫的危险性 都有可能 那我遇到的这位是一个 二十几岁的男生 那二十几岁的男生他就说 他到那个诊所去看的时候 他就说我的手会变颜色 然后医师听了说 你手会变颜色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刚刚那样测试的 白变红吗 它会变白 变红 变紫 它有三个颜色会变 然后医师刚开始听不懂 他说手会变颜色什么意思 可是他说那你手拿出来给我看 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 他就说那你可能有一些 精神上面的问题吧 会不会自己觉得说 自己手会变颜色怪怪的 然后他去了好多医院 很多医师都觉得说 他好像是不是精神怪怪的 都会说他手会变颜色 然后后来他来我的诊经的时候说 他跑遍了好多医院 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说他手会变颜色 他就说他只要去碰到冷水的时候 起来他的手就会变紫色 然后我就说真的吗 那我们就当纯就水龙头 直接弄个冷水 手泡进去看看 只是水龙头的冷水没有加冰块 他就变了 没有加冰块 只有放进去而已 他的手就直接变色了 然后我就想说的确 你真的是有 真的变紫了吗 他真的有 然后真的有变颜色 我就说哇 那你真的是有去末梢循环的问题 因为你的循环一定是因为温度的时候 出现了循环上面的障碍 那我就说你是不是有抽烟 然后他就说有 他有抽烟 那我说你是不是抽很多 他说是 他抽很多 那我就说那你就是 抽多少 他一天抽两包到三包烟 所以那会让我们的木梢产生问题 抽烟的人 对 直接就血管收缩 他就是年轻男生抽烟 木梢循环出现的问题 他有时候会当机 他头脑有时候会不灵光 不清楚 你跟他讲的东西 他有可能会记得一下子 然后过没多久他又会忘记 是谎神还是像当机 就是当机 就是整个当机是不知道 然后他有那一段时间他也没有记忆 就没有记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想说 那你末梢循环会不会只有 不是只有手 会不会其他的也有 到脑部来的话 对 我想说那会不会是脑部的循环 也出了问题 那赶快要去做个检查 看看他整个循环是不是有问题了 然后脑部是不是有因为这样子受到一些冲击 那我之前遇过一个也是年轻人 大概才二十几岁而已 他的职业是一个油漆功能 然后他长期需要去做油漆的工作 那有时候要去天花板的地方去油漆 要养着头漆 要养着头这样子 那他长期需要这样子养着头这样去油漆 就有一天他突然间油漆完了 回家就觉得头非常的晕 然后想吐 甚至就是说他会有一种 看到东西看到两个影子 本来我们正常来说 看东西是看到一个影子 结果后来发现有两个影子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手开始麻麻的 然后他赶快来就医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脖子这边的血管 上去大脑这一段 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 正常来说我们心脏到大脑的血管 这边有一个叫椎动脉 这个地方他后来我们发现有玻璃 里头就是说循环变差 这个地方有裂开 上去大脑的养分血液不足 所以引起类似中风的症状 所以不是只有手脚冰而已 甚至还会中风等等的一大堆问题 二十几岁 这年头年轻人怎么啦 所以末梢血液循环如果不好的话 在股票市场里面 有这么多的东西来说 对对对 财经不理解 他说火就是要吃漏水 火要吃漏水 人要靠水水 股票房地产 一定要有资金的瓦水 当你资金河水没办法进来的时候 你那个股市一定一滩死水 家庭也一样 你家庭如果有资金河水 每一个人都贡献一点力量 你家庭就很兴旺 如果每一个人都用都用不够 铦都铦不够 钱财不够 都会有资金河水 钱没进去 国家庭就倒掉了 所以一堆对问题就出现了 是 所以血液就跟我们的 钱财的一个柴水一样 我这边也有一个例子 要请问医师 我隔壁邻居有一个欧巴桑 他差不多六十岁左右 不是错 隔壁邻居有隔壁 我家隔壁 我家隔壁 我家隔壁有一个邻居 差不多六十岁左右 欧巴桑 他常常在讲头晕 那其实一般来讲 台湾人都比较 六十块 头晕那不然你把他插上去 不行 你头晕 突然有一次晕眩 然后又吐 然后就赶快送急诊 那急诊以后 医生就会开止吐的 指这个晕眩的药给他 结果第二天还是没有效 那没有效的话 赶快叫比喉科去检查 检查以后才发现 末梢神经是真的是有问题 他的血液没有办法回去 那像这种现象的话 一般人会不会误以为 他是一个晕眩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不能说所有的问题 都是末梢循环引起的 但是末梢循环 几乎可以引起所有的问题 你自己想想看 你身上哪有哪个器官 是不需要血管的 对 那你需要 你只要那个地方的循环不好 代表他的功能就不会好 所以从头到脚都会 从头上刚才就好像 憲哥刚才讲 很多人就是记忆力不好 很多人就是头晕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耳朵 也会影响到你的头 也会影响到你的眼睛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力 你再往前面 如果到中间心脏 大家最常见就是心肌梗塞 它也是一个循环不好 你到那个肚子的话 很多人消化不好 一直找不到原因 一天到晚再吃益生菌 也不会好 其实它只是因为 因为那个胃肠道的血液循环不好而已 所以你就可能多运动或是吃一些循环的药 他搞不好胃肠通通通都改善 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拼命去吃胃药 当然不会好 因为你搞错方向了 你的胃药只是在自胃酸 它就不是这个的问题 你看像倒四肢 就好像跟陈醫師讲 手脚就冰冷了 手脚就冰冷了 还有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关节痛 四肢僵硬 其实通通都是循环不好的 像刚才憲哥讲的那个 那个头晕的问题 自己就有切身之痛 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 我才那个国小博中的时候 我爸爸三母子就叫头晕 就叫头晕 那时候其实都是到外面的耳鼻歐科去看 耳鼻歐科就帮他测一测 就说没什么问题 可是耳鼻歐科一直到就开一些循环的药 也没有帮他抽血 可是我看我父亲那时候就真的很难过 他有时候会头晕到起不 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没帮他起来 就是觉得很晕 那你当你在那个小医院看完了之后 没有效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就会跑公庙 我爸爸那时候 对 求生拜托 我爸爸那时候也是跑公庙 中学了 对 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那个符 还是我帮他烧的 就是烧个符 他们说一定要儿子烧 我就烧了 我就丢到那个杯子里面 就这样喝下去了 也当然也没有好 后来大家就会怕 因为你头晕都没好 第一个想到 现在一般的民众都会想到 我又有没有得脑瘤 对 很多人都这样想 就去做检查 对 那时候我的爸爸也是这样想 所以就冲到 因为我那时候坐在头晕 就冲到那个北龙 去做了一个脑部的电脑段子 当然也都没事 所以很简单 最后来遇到一个 那个神经内科的医师 就很简单 他就帮他测一下颈部的循环 帮他测一下血液当中的血 他就是单纯三酸甘油脂过高 他就是单纯的颈部循环不好而已 后来吃一些循环的药就好了 所以我才想说 末超循环不好 你可能会有三个东西不好 一个是发电机 心脏是发电机 打出去 心脏不好会不会循环不好 一定会 会 你血管不好 对 你血管硬化会不会不好 你大动脑硬化之后 到微血管的那个去 当然就不好了 对 另外就是血液品质本身不好 有些人贫血贫着 这可是感觉问题都很大 对 那你贫血 如果贫血很严重 会不会不好 会 当然会啊 对啊 所以我才说 不管是哪个问题 都可能造成末梢循环的不好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搞错 像我有个案例 他就是大家都觉得 一定是动脉问题 其实静脉也会出问题 是 我有个病人他真的很惨 他本来就有一点点静脉曲张 因为他是一个百货公司的专闺小姐 但他静脉曲张其实没有太严重 所以那时候我来看过 我们都说这个不用开 他回去穿台信号就好 就他有时候去美国玩 回来的时候下飞机就大喘 喘 他在回来的时候就带喘了 然后下飞机的时候 当然不可能为了你这样小小喘 就飞机就跟你中间给你停下来 对不对 因为他只是觉得就是闷闷不舒服 下飞机之后直接 因为他觉得越来越喘 那就直接到那个急诊室去了 到我们急诊室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帮他测血氧 其实觉得他是微喘 但是他血氧浓度其实还是够 其实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 他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初学觉得还好 但是我们不敢放他走 我们就说那你先 在那边观察四个小时 因为观察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招式 我觉得你不大对 但是我又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 这种原因就先出差一下 因为我放你走 万一你出事怎么办 我们就摆着 就摆了四个钟头之后 越来越喘 那时候我们觉得不对 我们就帮他切电脑断层 肺部严重酸塞 肺部严重酸塞 后来还住院去打抗瘾血机 才活过来 因为他没有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静脉曲张了 他又坐飞机坐太久了 血液机在那边 就是血循不好 血回不来之后 血机在那边久 就好像你水过后 里面的水机久了 会有细菌一样 你的那个血机久了不回来 他就会形成血栓 结果他后来下飞机之后 那个血栓打出来打到肺部 就整个肺部酸塞 像这个图是我们常常见的 那个动脉摄影的图 因为我们大部分出问题 还是动脉比较多 你看正常的动脉会这样子 你打下去做血管摄影 变细细的 就变细细的了 你想想看 你这样变细细的时候 你末梢循环的血会好吗 当然不会好 所以这样一听 很多人觉得说 当他头晕的时候 赶快可能是血压高 赶快吃降压药 这样子搞不好反而适得其反吗 我们有很多病患 他们突然间一起床 觉得头晕非常得厉害 然后第一个动作做什么 就是量血压 对 那因为人不舒服量血压 血压一定会高 譬如说平常的血压 可能是150 160左右 结果他一两 两百多 那我是不是赶快来吃一颗 这样血压的药 这正常吗 他的反射会这样想 对 就他吃了血压药之后 反而血压没有降 反到下午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走路怎么也很奇怪 右手右脚比较没力气 就赶快送来急诊室 才发现说原来是真的中风 那其实我们在中风的急性期 所谓急性期就是刚刚发生 这段时间 我们体内一个带场的作用 我们的血压会往上升 我们血压会往上升 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 有些还没有完全被阻塞的地方 供应他的血液这样子 如果你突然间把血压降下来 那旁边的血液就会不够了 所以就变成中风恶化 所以其实如果头晕 有时候不见得一定是血压引起的 有时候它是结果 不舒服它是中风的那个 自动的把血压上升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 如果照你这样讲 这个降血压的药也不能 马上吞下去 所以如果突然之间觉得头很晕 好 那这个时候应该 第一时间要怎么做 会不会记得住你忘记的东西 还是你记不住你忘记的东西 如果手麻了超过30分钟 很可能会心机梗塞 本来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结果会情绪突然间会失控 会骂山之惊 一般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就是有精神症 感觉又要去拜拜了 可能吧 所以如果突然之间觉得 头很晕 好 那这个时候应该 第一时间要怎么做 通常就是我们可能要观察 自己去感觉 身体哪个地方不太对劲 譬如说会不会觉得说 一边的手脚怪怪的 比较没力 麻 或者是说 视力觉得有模糊 吞音困难 你最好旁边如果有家人 你就跟他讲话 看他说那家人 你讲话怎么怪怪的 就发现他自己中风 那走路看看这样子 就赶快到医院 对 如果真的有任何的症状 包括眼睛 包括手脚 包括吞音 讲话 那赶快到医院 那不要将那个血压这样子 其实除了中风 会引发的问题还不少呢 对啊 我们很多那个叫做无声中风 那我自己有个案例就是这样子 他大概才五十几岁 年纪也没有很大 长期高血压 那有点像安诚医师讲这样子 他抽烟 抽很重 然后呢 家人就发现说他 怎么最近半年以来 他的那个激励衰退 然后呢 讲话颠三倒四 同一件事情呢 重复一直在重复问 甚至觉得他的个性有改变 譬如说他本来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结果会 情绪突然间会失控 会骂山之惊 然后就觉得 这个五十几岁的人 一般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就是有精神伤 感觉又要去拜拜了 是不是精神伤啊 或者说要拜拜这样等等 真的吗 真的这么觉得 搞笑 结果后来呢 他来救折 发现他手脚活动还不错啊 偶尔会头晕 像刚刚说的也头晕 走路自己的吃饭那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我们就例行 他们家人问我一个问题 会不会失智啊 我想说这人才五十几岁呢 怎么会失智呢 结果我们就赶快做我们例行的检查 包括电脑的断层 还有那个核磁工程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张图 我们一般大脑呢 有点像一个核桃这样子 它上面呢 就是说它有一些 左边跟右边的这个大脑呢 可能要对称 那你发现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 它很多白点 很多白点 一片的这样白点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对的 大脑里头的微血管的堵塞 这个微血管堵塞呢 不一定有症状 病人可能会 稍微头晕一下下 很快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 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这个最危险 对 然后累积 因为它会好 对 然后累积很多很多年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样 非常多的这个白点 白色 融会成一整片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叫做 血管型失智症 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症状 但它已经在累积了 对 在累积了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 我们最多的失智的表现的人 大部分是阿滋海默症 可是这个血管型失智症 也是第二名多 那更久的 有些人是合并血管型失智症 还有血管型的八经症失智 所以其实失智 也会影响到它的走路 甚至最后连讲话 连它大小边的管控都会失灵 那个病人才五十几岁了 这里会让大家有点害怕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的记忆力不佳 所以这个时候 柳医师还是哪位医师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要怎么样注意 所谓的记忆力衰退 可能是生病的方面 比方说已经是微循环不好 还是只是我们事情很多 我们也有专家告诉我们说 就像你挂了十件衣服 一件两件走时会掉下来一样 怎么分 其实我们在很注意的时候 就是记忆这一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你会不会记得住 你忘记的东西 还是你记不住 你忘记的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区别呢 比如说我今天忘记关瓦斯爐 可是过没多久 我瓦斯爐好像没关 我过去关 可是如果你失智了 或者脑部已经出了问题的人 你会忘了关瓦斯爐 但是你完全忘了这件事 你完全忘了这件事 然后人家跟你讲说 你刚刚忘记关了瓦斯爐 他说有吗 我刚刚有开瓦斯爐吗 我刚刚有进去那边 那这就是两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去想出来 而且在当下的情况之下 另外一个区别是不是你会多头马车 就是多头马车意思是说 你要忙很多事情 或者要想很多事情 或者同个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偶尔会忽略掉 那这种忽略就算是正常的一个情形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情形 你就是什么事都没有的 又是很放轻松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忘记了 然后别人还告诉你 你还生气的说 我根本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那可能就是脑部有点问题 那如果说不要这么严重好了 就算我们一开始说的 手脚冰冷 不要小看它 以中医来说 女生长期手脚冰冷 各方面问题 女生跟老人家 麻烦很大 是 像很多女孩子在夏天的时候 都觉得 我的月经还蛮好的 都不会肚子痛啊 或者是水肿的状况 很多人是到冬天 就是内阴加上外阴嘛 天气冷又加上自己身体虚寒 那造成一些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 最常展现的就是月经痛 然后再来就是下半身会水肿 那就觉得脚胖胖的 早上一起来 就穿不下鞋子 那现在这种手脚冰冷 造成水肿 经痛的人呢 我们称为肝气郁结 那肝气郁结呢 在中医里的影响的范围有哪些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了 所以我们要爱国爱民 那个如果你有造人的计划的话 女生千万不要轻忽自己有 手脚冰冷 加上筋痛 不分春夏秋冬的筋痛的状况 那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想要有一个爱的结晶的话 最好要赶快找中医调理一下身体 对 把自己的身体暖起来 待会有好方法 骞哥 其实我们大家觉得你很厉害的就是 你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 你都背一大堆湿 头脑很好 再来呢 你刚刚也都说你的手脚都烧火火 你到底有什么小配包啊 其实这有一个小故事 我有一天就起来的时候 这个手掌差不多有两个小时都骂骂的 那我小时就赶快去查网路 因为先去问Google先生 他说如果手 这个手麻了超过三十分钟 很可能会心肌梗塞 所以我赶快就打电话 给这个北医的我的好朋友 他说你赶快来 你来我帮你做一个检查 因为他已经 其实他的这个门诊已经结束了 他就叫我做八个动作 八个动作我忘了 八个动作做完以后 他说没问题 你等一下要去哪里 我说台中年讲 没关系你去就好了 那从此我就从那一次开始 我就喝温开水 所以我温开水已经喝了十四年了 那温开水 而且因为我要保护嗓子嘛 不敢吃冰 然后我是希望平常的时候我都 像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让体温增加两度以上 你怎么增加 盖两三层被子吗 没有 就盖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机能被 它会让我们的体温 它产生一个反射的一个作用 然后体温会增加两度 那我看日本的文献 就体温你增加一度 你的血液循环会增加十二%到十四% 就增加你的新陈代谢 那你的温度如果增加一度的话 那你的免疫力可以增加三倍到五倍 如果你的温度减少一度的话 你的免疫力会减少百分之四十 那另外晚上的时候 你看哦 宣哥你说这的时候 都没看资料 那晚上你说晚上睡觉 像最近不是很冷吗 最近这几天不是说 又带走了一百多个吗 其实老人人不要客气 晚上的时候毛袜穿着睡觉 那出门一定戴着帽子 帽子很重要 还有那个围巾其实围巢 围巾 帽子 然后袜子 这三个其实比你穿衣服更重要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体温 保持在比较高一点点的状态 全身暖暖的 那你的血液循环就跑得比较快 因为我们人的血液的脉动 就是跟高速公路一样 就你高速公路如果不塞车的话 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可能一个半小时 如果你塞车的话 八点钟开不高 你就跟他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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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你先告诉我 酸塞 这个献哥的讲法 我们在医学上要稍微把它 再把它讲清楚一点 就是说我们人是恒温的动物 所以不管你外面 除非今天你发烧了 要不然你外面盖在多被 如果你去量中心体温 我所谓的中心体温是耳温 刚温那些是不大会变的 但是献哥讲的是对 它是周围的体温 它是周围体温 你知道周围体温上升你的循环 本来就会变大 其实确实有差 很冷的时候戴上手套 穿上袜子就是暖 就是暖 对 就是比较睡得着之类的 那杜医师你刚刚说 还好没有塞住对不对 还有人就 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 就可以借着怎么样的拍打或按摩 让我们的循环更好 其实不管中医 西医 这些所有的医生 真的都会尊尊教诲 最重要你要增加你的循环的话 一定是运动嘛 你吃再好 喝再好 睡再好 暖气开再强也没有用 其实你本身自己的温度 要把它调得温差低一点点 那这个真的是运动最重要 那在运动上面呢 其实我们像女生 有时候白天在外面 你如果说只是上班的时候 觉得脑子都在发烧 可是手冷脚冷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大家 做一些简单的经络操 第一个是膀胱经的 第二个是心经的 那膀胱经经络操很简单 而且我们需要起来动一动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上班族 其实很简单 我就说它是小太阳 因为膀胱经是最需要 阳气的地方 整个背部都是膀胱经的巡形 从你的小腿到你的头顶 整个背部 你可以用你的手的空掌 像我们刚刚跟憲哥在讨论 空掌拍打 拍你的膀胱经 从底下往上拍 从底下拍上来 从底下往上拍到你的膝盖后方 臀部 然后一直拍到肩膀 所以才可以露肩膀 所以这个时间的人 还可以顺便治疗一下 就是用空掌的方法 拍到你的颈部 然后整个头顶 到你的侧头部 其实有时候 拍到摆绘要拍到正头顶吗 摆绘是督脉 我们就拍到旁边 我们就不要管它的穴位 就赶快拍上来 你如果觉得拍打 感觉很像老人在做工的话 我们女生可以来跳现代舞 有一个膀胱经的体操很简单 把你一只脚弯起来 因为我们会走到脚的后面 一只脚弯一只脚直 然后这个动作叫做小太阳 用你的手太阳升起 高高在上 变照四方 当你打开的时候 是不是全身就展开了 对 然后赶快变照四方 再变照八方 对 握紧 再变照十方 把你的手指整个打开来 其实做一下 如果你的手心就会有点发热 可以换边 另外一个膝盖 原本都是要有一脚是弯的 就是我们一次做一边 因为膀胱经走在后面 那两只脚弯的话 怕你站不稳 这样比较美 对 把这个心络打开来 其实也刚好帮你伸几个懒腰 那如果你在办公室里 或在家里 你可以在有阳光的窗边坐 太舒服了 把你的膝盖弯起来 大家都在做一下 太阳上山 对不对 高高在上 停留吗 停留一下 最高的地方 然后让它变照四方 合掌 再打开 再变照八方 把你的温暖都送出去 再照一次 变照十方 慢慢收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再换另外一只脚 像不像跳舞 挺美的 是啊 这样子很优雅 就没有老人的感觉了 好拍膀胱经也是很棒的 又可以帮我们把废物给去除 这些都很棒 接下来我们还请到了彦宽老师 这个是要从 这个气功老师很厉害 他要从手上面教大家来做 而且说三分钟 可以让全身活络起来 跟大家讲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更残酷的事实 你只要把它向上提升到 你的眼睛的这个高度 所有的毛病通通露出来了 真的吗 你会发现更严重 他来帮我们看一下三味遗食的情况 好吗 很多人听到银杏这个银杏叶又银杏果 到底要买哪一种 有妈妈煮菜的 煮菜的 直接买那个果来吃好不好 还是说像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去赏银杏叶 这个气功老师很厉害 他要从手上面教大家来做 而且说三分钟 可以让全身活络起来 我们把手拿起来 我们的这个宗旨 在经络学里面叫心包经 我的师傅告诉我说 这条经络和血管的品质是有关 包含血管的弹性 包含血液的这个运行 还有我们的小手指 这称之为心筋 跟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有关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动作叫颤掌 把你的手掌上下的颤动 我们坐着就好还是要站呢 坐着 坐着就可以了 那你现在从侧面看一下我的手 你会发现我是用颤动 好 如果你现在是非常累的人 甚至会腰酸的人 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就叫做甩的动作 因为中医说肾足骨 如果你的肾气不足 骨头关节的能量不够 它就会变成用甩的 那如果你是常常脖子会酸 代表你的肝筋 肝气不足 所以你的筋就会变成用转的 你看我是上下 那你就会变成用转的 所以这个手臂是要放松还是要紧 其实完全放松的状态 好 然后呢 好 然后呢 如果你现在在做是两边不平衡 你现在看你自己的手 两边不平衡 就是刚才每位医师在讲的 你的动脉 你的静脉 在中医里面我们叫做阴阳 也就是一个往外 一个往内的循环变差 它就会有两边不一样 好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 更残酷的事实 更残酷的事实 你只要把它向上提升到 你的眼睛的这个高度 所有的毛病通通露出来了 真的吗 你会发现更严重 看一下三位医师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的手有点奇怪 你会发现他一拿上来之后 你的动作协调度就会越差 对 陈医师你的动作也怪怪的 然后我们家医师像招财猫 因为当医师也是非常累 辛苦 最重要的这个简单的动作 你放下来之后 有的人会酸这个地方 有的人会酸这个地方 有的人这个地方会酸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六条经络 这个颤长就是我不要用 就是说我们生病去找医师 可是我在没有生病之前 我靠自己 那这个经络在动的时候 你哪里堵住了 它会告诉你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我是这里酸 可是你问隔壁 他说不是啊 我是这里酸 所以比方酸这边跟酸这边跟酸肩膀的人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这一侧在酸的人 你要注意这就是心筋 所以将来心脏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会胸闷 对 如果你做完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心包心 这里有这个内外观 它就会反映出来 所以做起来就会非常地辛苦 好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站起来 最快的三分钟来做 你一定要左脚微微地往前 左脚微微往前 好 手拿起来 然后开始颤动 重心往后 手落下 今天都在学跳舞 现在你们看 当你的手到后面 你会发现自己有残缺的感觉 有 我觉得姜仪师有残缺的感觉 是 如果你后面的膀胱筋是淤堵的 这个动作你会做起来非常吃力 你会变成好像是这样 对 全转了 好 然后手落下 再从前方 就这样子起来就好 好 你在做现在可能动作 不是非常地标准 那个都没有关系 越做它就会越顺 好 这个是昆仑派密传的 其中一个招式叫做颤掌 是 它已经流传几千年 好 因为我们中医跟气功是 同源不同钟 一个是治疗 一个是自我的一个运动 跟保养 好 那你在做的时候 特别是静脉曲张 我在去年12月 台北有一位这个学员 他的静脉曲张很严重 可是也不是什么影响到生活 然后呢 他就 我就想要做这个动作 是 大概7天 他那个血管完全不一样 真的 明显的进步 现在7次做完了 7次做完了 好 很重要 左脚收回 手要继续的颤动 然后换你的右脚 OK 好 一样的动作 那你会发现换了脚之后 两边的平衡度又不一样 为什么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左为阳 右为阴 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会不同 然后你现在已经做到第9次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 好像完全不听你的指令 你要 你想跟我一样做 可是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会做不了 对啊 你做得好好看 其实是很简单 这个动作做好 我们的微循环变好 是 所有的养分 都会来到我们的脸部 因为中医说 五脏六腑会反映在我们的脸部 中医和气功有一句话 叫做气型则血型 气血型则百病除 我今年五十几岁 你们看起来觉得还OK 对不对 就像三十几啊 如果我告诉你 我的师父八十岁 也长这个样子 你可能会害怕 我的师父 天天三分钟当保养 然后养颜美容 好 等一下哦 最后一次 把它做完之后 继续掺掌 然后手收回来 然后慢慢地落下来 就这样子 谢谢 然后你会开始感觉到 好像有东西在手里面 有 有 有 好 你现在再把它拿起来 你会发现哦 手指头会有感觉 但不是每一根 我现在看你们手 有的气是通的 所以你会 某几根手指头会动 因为这边有六条经络 这个气就会 在每一个地方开始跑 好 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实验 三分钟之后 你再把它拿起来 你们看 明显这个弹性就出来了 已经开始平衡了 所以你只要用对的方法 你会发现 好像比刚才平衡一点 刚才一开始好像有点刺力 现在你会发现比较轻松 OK 张医师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 相当好 好 而且 好 休息一下 而且做完很多人 会颈部这个地方 会微微发热 会有一点背部触汗 就是你的循环 已经开始变好了 对 好 谢谢彦宽老师 每天三分钟 大家的这个 不管哪个器官 都可以变得比较好 让我们的微循环 变得比较好 就在运动方面 谢谢 接下来江医师 食物方面 当然也很重要 哪一些营养素 因为像刚大家这样做 有的人觉得 招财猫 招财猫 就是还是希望 从各方面来加强一下 对 其实最基本的就是 我们讲的食物主要就是 我们一直在讲微循环 刚才在讲说 血液循环就是 动脉到微血管再到静脉 对 我提供几个方法给各位 就是你怎样改善 就是动脉如果太紧的话 你就会高血管 你的循环就会不好 血症状过不去 有几个东西 是可以改善 你的那个动脉的紧张度的 我提供大家可能 比较不知道的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的营养素 叫做维他命D 大家可能觉得维他命D 好像就跟骨头有关系 但是各位都不晓得 现在在美国很多 那个医师在 比如你的病人有高血压的话 我们都会叫你 把血液当中的维他命D 补高一点 为什么维他命D 因为大家都知道 动脉外面是有一点肌肉的 是有一点肌肉的 维他命D有个好处 它会让血管内皮细胞 放出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这个东西 是会让动脉放松的 所以其实在临床上 我们已经有看到很多的病人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有看到 比如说像那些糖尿病的病患 如果你血液当中的 维他命D浓度够高的话 他的血压的控制通通都会比较好 其实我之前有个病人 他就是这样子 他来的时候是手麻脚麻 他那时候觉得很怪 他就怕自己糖尿病 因为大家都觉得 好像手麻脚麻 好像是会糖尿病的样子 对不对 然后他就像摸起来 都觉得感觉好像怪怪的 他其实主要手又比脚明显 所以他那时候来跑来招我的时候 我想说也 我有先帮他测血糖 就他血糖是正常的 我只觉得很怪 那为什么会手麻脚麻 我就问他脖子会不会酸 他脖子不会酸 但是我还是帮他照一张脖子 他其实这边也没有骨刺 那后来我就帮他测那个血管 因为我们有那个督补勒 可以测他血管 就发现他真的是血循不良 他真的是血循不良 那时候除了叫他 是维他命D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只有讲到 循环除了血管本身之外 血液的品质也很重要 那血液品质除了贫血之外 另外就是你血液中 带的营养素够不够 因为对于末梢神经而言 他会麻的话 基本上来就是 他们的神经得到的 维血管的循环不够 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些 维他命B群 所以B群 B跟B 对 B是改善你的动脉的 那B是改善你的那个 让你的神经的那个营养素 稍微够一点点 所以他光是吃这种营养素 他的手脚就不会麻了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 我一个朋友 他是某大企业的一个主管 他妈妈64岁 那常常两边都耳鸣 那耳鸣的时候 晚上一定睡不着 那睡不着 白天一定非常疲倦 看起来非常憔悴 那耳鸣久了以后 耳啊又会晕眩 又会呕吐 然后就看了很多OB科 看了好像三四个月以后 一直没有改善 那突然有一天 他的朋友就介绍他 送给他一罐 那个银杏液的一个萃取物 结果他吃了还不到半罐 他就觉得有效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食疗其实比药物的一个治疗 还来得好 好 这个因为在 尤其是保健用品的使用 还有选择上面 很多观众朋友就会 有很多的顾忌 然后当然我们也需要 有些实证 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研究 其实银杏这个植物 非常的特别 它在两亿七千万年前 就存在地球上面了 而且您知道吗 在广岛被榨品的时候 第一个冒芽的 其实是银杏这个植物 那更在两千多年前的 战国时代的时候 本草干木已经记载了 我们的银杏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通血管 甚至还有止咳的效果 其实很讲到末梢循环的部分 很多人都会拿那些保健食品 来到我们的诊间 就说陈医师这个有没有效 那个有没有效 我都给开机 然后如果有付 这个又麻烦 是这个会不会跟你的药 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有一份证据 一份说一份话 对不对 所以在医疗上面 我们会读很多不同的一些文献 那其实只有很多一个研究 针对某一个东西 叫做银杏液 其实在我们台湾博物部的 一个银杏液的制剂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何可使用在 我们的末梢循环的 这一部分的一个治疗 那当然在国外跟国内外 目前有大概有1500篇 左右的一些文献 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的银杏液的 那个萃取物的使用 可以改善一些中风 失智 耳鸣 晕眩 糖尿病相关的 视障相关的一些 末梢循环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听到银杏 这个银杏液又银杏果 又有很多银杏的东西 在我们的市面上 会搞不大清楚 到底要买哪一种 有妈妈煮菜的 煮菜的 直接买那个果来吃好不好 还是说像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去赏银杏液 那个茧还是要当许茧 还是要入菜 你要用你的两只手去掐它 打开来 打开啊 掐它 然后稍微 斑开来 官员穴呢 本来就是很好的强壮药穴 所以穿低腰裤的女生呢 真的注意 你的官员长期暴露在外 很容易感冒 对 会感冒 阿嬷都说那个 肚子吹得好 会感冒 对 肚脐以下也要注意 到底要买哪一种 有妈妈煮菜的 煮菜的 直接买那个果来吃好不好 还是说像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去赏银杏液 那个茧还是要当许茧 还是要入菜 没错 所以其实大家要了解 银杏我们讲的是银杏液的萃取物 并非是银杏果 所以银杏果这一部分 你如果真的说 我就捡那个果来吃的话 可能会没有效 而且如果那个银杏液 没有经过萃取的情况之下 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银杏柔酸 大概有2.2%左右的银杏柔酸 那这个其实是含有剧毒的 有毒的 它有毒的 它有神经毒性 可能会导致基因突变 甚至会有畸形胎儿的一个 产生的一个危险性 所以不是说我们随便去萃取这个 去栽个叶子 栽个果子 就这样子来吃 太危险了 特别要去注意一下 其实要去萃取 可是萃取的一个情况 大概就要分很多种 就是技术上面 那在德国有比较特别的一个 萃取的一个方式 叫做EGB761 它才有办法把我们的那个银杏里面 要萃取出来的东西 把它给萃取出来重要的成分 那什么样的成分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在银杏业里面可能会萃取出来的 像黄桶的那个纯配桶体 那当然呢 还有它的那个银杏的那个内质 还有白果的内质这一部分 它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一起 才有办法针对我们末梢循环 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呢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在吃这些保健食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跟医师去讨论一下 那很多东西的药物 它可能是单一个成分在里面 它没有办法去改善很多 但是我们刚才说说 循环它是一连串的 它从我们的动脉 到我们的血管 到里面的内流的含物血液的品质 都有需要去做一些改善 所以除了刚才所说的 银杏本身让血管打通以外 那个黄桶的配桶体 可以让里面的血液的部分 也可以品质比较好一点 所以整个循环也相对会好一点 OK 所以在饮食上 或者是保健食品上 大家也听到一些好方法 知道该怎么做了 运动饮食之外 穴位呢 中医师大家都会很期待说 能不能按哪里 让循环也可以增加 是 今天可以讲三个穴位 那都是很简单的技法 而且有些穴位 根本就是健康2.0的御用穴位 那是御用穴 按过两百次了 对 按过两百次了 第一个我们先讲官员 坐着就可以坐 像我们刚刚讲到女生 会有一些精通的问题 官员穴本来就是很好的 强壮药穴 女生可以强壮我们的 整个子宫生殖系统 我们圣器的部分 男生也可以强壮我们的圣经 还有下胶的部分 我们今天的丈量的穴位 都是四横指 就是你手指这样子摆横的 四个横指的距离 找到你的肚脐 肚脐往下正中线上 大概都是女生穿 裤子的腰带底下的四横指 如果低腰裤的话 常常就是在边缘 所以穿低腰裤的女生 真的注意 你的官员长期暴露在外 很容易感冒 对 阿嬷都说 肚子吹得风会感冒 对 肚脐以下也要注意 这个穴位我们就可以用你的手指 搭在一起 指节碰在一起 稍微向内 像波浪一样的用力 当然了 你如果手上有暖暖薄 放下去 一起放下去 滚灸的感觉 当然这样效果可能 本来要做三十个 做十五个 如果说胖一点的人 你可以稍微再握拳 用拳头的方法 用多一点点的力道 是 用拳头的方法 就可以比较深入 一样用滚动的方法 你也省力 这个是第一个 官员穴 也是坐着很轻松就可以坐 对 第二个 足三里 很多人足三里不会找 他找到膝盖下方去 其实是在膝有个凹陷处 找到凹陷处 一样四个横指 下来以后 到骨头的前方 足三里穴 也是要可以常按 我们刚刚如果官员 吃饱的时候不要按以外 足三里刚好是 吃饱的时候可以按的 这个对肠胃有帮助 对 肠胃有帮助 而且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阳气 也很有帮助 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 或者用你的指节 轻轻地按 第三个是涌拳穴 涌拳穴尤其是老人家 一定要做 脚底 因为老人家晚上不是睡不着吗 你在睡觉之前 第一个你也可以热敷 你的脚底的涌拳穴 涌拳穴 假设我们这是脚掌 它在我们的上中 三分之一的人字缝的地方 除了你要让它温热以外 另外就是要压你的脚底 假设这是你的涌拳穴 假设在这里 你要用你的两只手去掐它 打开来 打开啊 掐它 然后稍微扳开来 让穴位的位置可以打开 同样你看这些道理 都可以刺激到我们末梢的循环 所以其实简单的小穴位 一定要把简套2.0的御用穴位 一定要记清楚 那除了这个脚啊 用这个涌拳穴 也就是在我们脚上这个位置 就是人字形的地方 然后这个穴位 用扳开的方式来帮它按之外 很多人会想说 去泡泡脚 泡泡汤等等 让全身也可以借着温度暖起来 可是刘医师会有点担心 其实我们现在最近那个天气变很冷 然后很多人喜欢泡热水澡 甚至去泡汤 我们在泡汤的时候很舒服 我们刚刚说的周边的血液循环 周边的血液会扩张 其实这样子 我们的血液就会到我们的周边来 我们知道 我们除了周边的血液需要以外 中心的血液也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人泡完脚很舒服的 突然间站起来 从那个泡澡的池 突然站起来就会觉得心跳跳的很快 所以它都会有个紧急求救灵 泡汤的就好 真的啊 不是吗 没错 没错 这很重要 对啊 然后就一起来就倒在地上了 我们也遇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所以其实建议民众如果说 假设去泡汤或是洗热水澡 很舒服很舒服 记得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先坐在池边 或是浴缸旁边先坐一下 等到这个心跳的感觉慢慢缓和下来 然后我们再慢慢站起来 去感觉一下会不会有头晕的感觉 如果没有了再慢慢活动 再慢慢走路这样子 OK 好 所以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跟我们末梢有关 就是你的心脏还有你的血管 以及你血液的品质怎么样 它送到末梢去是不是能够很通畅 通畅的话没问题 身体健康 不通畅全身都会出问题了 所以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话 麻烦很大 今天隐私啦 保健食品运动方面 以及穴位都教大家了 那么节目最后呢 我们有三本书要送给观众朋友 只要观众朋友到脸书上面去留言回答问题 就有机会得到这本健康杀手的这本书 寒流来了 心血管的疾病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想要去做预防的一个动作 但是如何预防才好呢 我们呢 在医院里面都可能会用一些药物 让你的心血管这部分能够保持灿通 可是如果在家里面 你如何去预防这样子的一个血管栓塞的危险呢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 有些油性相关的保健食品 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的药品 产生很好的抗凝血作用 这些油性的食品 比如说我们的鱼油或维生素E 其实是有办法协助 甚至里面维生素E的成分 还有含一些抗凝血的一些功能 这样子的一个配合需要的 以及使用的情况之下 可能可以缓解在冬天 寒流来之后导致的一个心血管阻塞的危险 甚至我们的更年期妇女 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出现 这时候不妨也可以试试看维生素E 它也有被研究发生说 可以缓解一些女生在更年期之后 会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千万别忘了 均衡饮食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补充任何的保健食品 还是要请查您的医师 还有由医师给你的药物上面 去做一个配对 才有可以了解你今年冬天的时候 是否可以安全地度过 需要您的感觉 看看这一会儿的烟灾 这个调及能力的保健 还有这一会儿的保健 这一会儿的保健 是什么 这一会儿的保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